点击右上角关注,每天了解,最新TVB资讯本文编辑剧透社,Jackson最近,坊间消息疯传艺人樊少皇欠债200万元遭追讨,事件近来闹得沸沸扬扬,不过一向都历称老公的贾小陈曾出面就丈夫欠债事件回应,贾小陈强调事件不属实并予以多次否认,更反问造谣者居心可测, 一时之间,网友也不知道往那边站,毕竟都是局外人不知悉当中事情的来龙去脉,不过更多网友认为,樊少皇与贾小陈夫妇二人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公众人物,拥有一定的知名度,应该不会欠债故意不还,当中或许是有误会,之后,樊少皇与贾小陈也发了律师信以正视听, 本来因为事情到这里会告一段落了,但事情去到今天,又有了最新消息,这次更暴令人更目瞪口呆的是,这次不再是樊少皇这位当事人被贴追债接招了, 而使其父亲樊少皇的单位遭到不明人事林洪油,这行为真的令人发指,据悉,昨日有爆料者指其所住楼层,不停收到有关向樊少皇追债的欠单,当中更有单位遭到林洪油, 事后经过调查获悉,被林洪油的单位登记的护主,正是樊少皇的父亲樊梅生,几乎是同时之间,又另外有人爆料指贾小陈代言的美容院, 接连收到50个骚扰电话,有门店甚至还遭到了标刑大汉直接上门搞事,就连贾小陈刚刚先约的新公司居然也收到了追债电邮,所有事情似乎都是针对夫妇二人而来,看样子事情是要越闹越大不可收拾了, 不知道接下来夫妇二人打算如何收拾残局,有记者联系贾小陈,就这次在被追债及遭到各种骚扰一事提问,贾小陈则回复表示,已交给律师处理,不会回应,提到樊少皇,1972年生的, 他在孩童时候便已经世事同心,他的父亲是前少世演员樊梅生,因为受到父亲工作的关系,所以樊少皇经常会在电影中客串, 在中学时候他便被送往少林武术队读书学习,成年后再返回到电影圈发展,而他在1991年,便凭借电影《丽王》而打响名号,随后他也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电影作品, 包括《超级计划》、《出生之毒》、《魔坏界》、《铁拳》、《功夫无敌》、《夜问》、《保持通话》、《死神傻了》、《献女幽魂》、《一个人的武林》、《天下第一标局》等,他在电视剧领域的发展也都不俗, 譬如《南悬北腿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、《壮王宋世杰》、《浅犬仙凡间》、《少年英雄方世玉》、《龙门飞甲》、《财神有道》、《马永珍》、《胡仙》、《盛夏晚行天》等, 在2007年后,樊少皇便慢慢转战幕后发展,也都担任过《功夫无敌》的武术指导, 同时他也都凭借有份参演的《夜问》而入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门配角, 现在樊少皇也都转战内地,北上发展,